翻肘 是不是这个 对不对 有这个问题 我们在打的过程中呢 我们这个翻肘的问题怎么解决 第一个 所有的这种翻肘都是因为你 引拍的时候你的拍面亮了 普遍发生在纸板偏多 因为纸板的握拍结构就是这样 就普遍是亮开的 然后我们因为怕这个球出界 所以我们会压 你看把这个球象征性用我的肘部去 也不是刻意用肘 就是我想把这个弧线压下来 我想把这个球压下来 让它别出界 所以我形成了翻肘的习惯 我来说一下这个问题怎么改 第一 所有在这种翻肘习惯的 你从引拍的时候 你压点拍试一下 别怕下网 有很多人怕下网 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你觉得必须要亮拍 我的球才能过往 实际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收币 你看从你这个引拍跨的位置 收支两枚之间 从下收支到上的时候 你的前臂加你的身体 就已经带出乒乓球的弧线了 那么你的这个亮拍 还有压拍 它取决于弧线的这个可能性 就是它的受影响度并不是很大 所以你可以充分的引拍 稍微压一点拍 稍稍的压一点拍 改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 你经常容易下网 你就不会翻拍了 就是因为你出界太多了 所以你形成了翻拍的习惯 你把拍形稍微压一点 从引拍到出球的时候 第一 改拍形 尤其是你引拍的时候 第二 我们改什么 我们在打的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 在打的过程中 你的肘又是这儿的问题 它始终是冲下的 你看 引拍的时候冲下 出球的时候冲下 收臂的时候 也是冲下的 它始终在地面角度 冲于地面角度 它怎么翻呢 翻肘是因为 把肘部翘起来 拍形往下压 形成的翻肘动作 在任何情况下 你一定要突破 你自己心里这关 再转的球 我也是由下向前上方收的 它肯定不是什么 我怕它出界往下了 它是用力方向和收臂速度 来产生的是否出界 所以你的肘部冲下 拍形下压 你就很好地能够把这个 翻肘的问题能够解决掉 压拍 压拍 从引拍的时候开始压 我们在打的过程中 谢谢大家帮我点赞 我们要注意 胳膊肘 从引拍到出球到收臂 它始终是冲下的 好不好 来看看我做 一 二 三 四 五 你看 六 七冲下 看 八 九 十 把这个问题改一下 你就能好很多 就是我刚才说翻肘的这个问题 那我再来说第三个问题 就我们在收臂的过程中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向侧发力 你看 有没有这样发力的 我们在打的过程中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向侧发力的 夹壁 是不是 容易出现这种夹壁的情况 这个问题 我跟大家说怎么改 这个击球点 大家看一下 它始终 就是你 大壁 一会儿我再说一下 大壁用力的问题 就我们在打的过程中 你看 我的胳膊肘 跟我的身体 它保持着一个手打开的距离 那么在出球的时候 你看 它依然保持住距离 然后受臂 我的手跟我的身体 它是有空间的 你不能在发力的时候 你的手向侧发力 向侧用力 你的手从引趴到出球的时候 这一节 它一定给它流出框架的支撑 就框架的发力 这个点 流出来 你看 转 看 转 正手工 正手工 发力点在出去的时候 大壁和胳膊肘 一定不能离自己的身体太近 不要向侧发力 而是向前发力 球它永远是在你身体的 这个侧前方的 在这儿发力 千万别碰到球以后 带它向侧发力 这样的话 你的力量就会被抵消的 非常的厉害 我们一定是冲着球 球在这个位置 我赢着球往前打 所有的力量都是冲前赢 冲前打 一定不能带住球 向侧发力 你看 这就是向侧发力 很多人在发力的时候 跟向前赢的发力 你说它俩的力量点得差多少 你用了很大劲 但是你没劲 因为你的发力方向 不是我们过多的向上了 就是我们过多的向侧了 而没有向前 所以一定要把发力改一下 就是用力不应该叫发力 这个用力 无论你用多大力量 你的力必须是向前的 它不能是向侧的 所以你必须要保持 手臂跟身体的距离 在转体的时候 胳膊肘和大臂前臂的支撑 一定要做到位 撑住 撑住 看 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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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撑住的情况下 你的这种 看 转动 速度就会快了 撑不住了 动作就开始晃了 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